編行的講到就是它的特徵 一般的特性教育 會想到在台北 還有它的這個語言 原意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拜登體育部 它的主要就是在 第五和第六世紀上 形成這個統一和特殊性 就是我剛剛所講的就是說 有時候你們看古代的 這個順上畫跟盡情的 那會有一些就色彩或是 某方面的表達會不一樣 就像手的 手部有的以前他們的手也是畫很大 現在很大面相以前很大 所以有一些雷紅的 當然是不是來更遠景 那有時候因為就是皇帝啊 的關係有時候你們會在教堂看到 有比如說他個人的就是校相 因為他是國王他弄這個 這個像蘇蘇威亞大教堂 又查世定利的這個聖像畫 又他老頭的 所以都會在那裡 那就比較有就是他們的地方主義 甚至他還有一些這個住址 又暗藏他的名字在裡面 那所以這就是以前有受到這個皇帝啊 那些的影響 那我們會講到這個教會歷史 那會講到這個這個紅色的地方 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 其他就是可能別的時候 中期跟晚期 我們現在是講這個古基蛋 古基督教的這個歷史 那他是講到第三到第七世紀 事實上他是可以從到第二世紀開始講 那如果我們要講第二世紀的話 你想要可以看到那個 就是基督教的祝福的出席 那我們就必須要從那個地窖 或者血地 地穴 或是地窟 反正就在地底下挖到我們的地方 那時候是埋葬這個王者 或者是殉道師那些被破壞 那那裡面我們可以看到一些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看一個影片 那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在那個313年的時候 那個軍師產業大帝 他搬米蘭招蘇或米蘭御御 他搬一個御藥 就是浪基督教就是治癒 所以就不用再多多長達 那我們也看到就是那時候 他是從這個羅馬 這邊系列搬到這邊 那叫做軍師坎尼堡 那為什麼叫軍師坎尼堡 因為他是軍師坎尼大帝 然後他用他的名字來取得比較好一點 那這一個地方其實是以前 不是現在 以前是希臘的一個地方 那那邊是一個這個白藩地的 有一個小地方叫做白藩地 那最後也因為可能有這個名字叫白藩地 那當現在是軍師坎尼堡 就是那個以前的國際語言是希臘 那現在的國際語言是英文 那然後他們去這個軍師坎尼堡的時候 希臘人會說去那個城市 因為那個城市很大 那所以人家就可能會想去軍師坎尼堡 或者說去那個城市 就好像說你帶一個老婆來說 然後你要去一零一 他說什麼一零一啊 你叫一零一等於一零二 或一零三或一百呢 那你可能會說 去最高的那個大國 還是去最高的大國 然後他知道了 所以那個當時他們國際語言的時候 他會說 Exting Pauline 那Pauline是一個城市的意思 就是Exting 就是去那個城市 那那個土耳其人他們不會白 他是那個不會把這個指令 他會碰就是 Exting Pauline 所以就變成這個名字 所以跟他們的國際語言 沒什麼關係 比起語言上的物語 那這個是一個簡單的由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有講到地下或地 地圖或是英文是卡達 我們可以看到他這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受到這個 魔馬這個迫害 所以有些基督徒 有些人他可能就跑到外出或外出 那有的就是要留在這個自己的地方 那有些就是會埋葬一些基督徒啊 還有殉道士 那他們就會躲在裡面祈禱 然後會在那邊有些畫一些 就是基督教的故事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這就是一般的墳墓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是在地角中的這個墳墓 那他這邊也是 那有的是在這下面 你就可以想像就是 那個在這麼多大陸啊 其實是黃墓的黃墓啊 他可能沒那麼豪華 但是有一個這樣子的概念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地角 我們現在可以看 我們先看圖 那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他這邊就是 腳踏是非常狹隘的 所以你現在進去看這邊 你會看到很多這個空洞 那他這邊還有一些不外 等一下我們可以看到 像這邊有一些就是 埋葬屍體的地方 對 他最深的地方 有挖到這個 呃 可以到三層樓這麼深 那他站第十五屍樓 那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他有很多 那以前是非常 陰藍的 現在也是被一個 呃 這個保存的地方 就是變成一個觀光的地方 那這一個地方 呃 在 這個羅馬 然後是一個非常有錢的人 那他是 是以他太太來來取 叫做 西蘭 好 你可以看看 然後這個裏片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 他這邊你們知道這是什麼嗎 這個是七燈塔 就表示沒有猶太人或是猶太教 那所以你看到這邊七燈塔 所以有的是方便 這個在聖經有介紹 所以我們知道 這個有猶太人在這裏面 那我們直接用一下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個 呃 一角裡面 那他這個他旁邊這個 寫這個 英文 他這個 他這個是指說那個 使徒教的 畢女師 他不是很堅毅的 使徒 所以他們說 哇 哇這個就是 呃 讓一個去世的人 那他 這個地方 這個婿女是非常有錢的 他 但是在羅馬的時候 他們是一個富豪人家 那通常有的富豪到什麼地步呢 他那個屁就是湯尼家自己有一個那個禁忌廣場 那有他的結束 然後他們自己的就是一幕的地方 他們就是一瓜 然後後來他的先生是一個殉道師 他就把這個地方都傳個捐出來 後來很多紀錄書都埋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 呃 他有的地方被封起來 像這個封起來 那這個孔的 那封起來的地方就是已經埋了 埋了這個屍體了 所以被封起來 那有的沒有 那有的你會說 欸怎麼有的很大 有的很小 那當然就是你要看這個 這個 那一個就是在羅馬的這個北部的地方 那這一個是你叫比斯拉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是他在這個 呃 羅馬的一個市區 那這個市區的一個小藥堂 可以進入到裡面 可以瞭解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個地方 然後齁 就是比較有錢的 他比較大 剛才那個比較小 然後這個 這個地方也是封起來的 那比較窮的的是怎樣 就是死掉 用國師父 把你國一國 就放在那個洞裡面 這是最強的 然後比較好一點的就是 國師父 國一國放在裡面 然後他用那個刺 有一種銀子把 把你擋住 然後再好一點的經濟狀況的話 就會再弄轉 那再好一點狀況 就會外面在圖遲到 那更好的就是像這個 這個比較大 那不是像這種小小災災的嗎 所以也是看一個 文明狀況來決定 那我們再來看 下一個 然後這個 這個最明顯 這個禮拜 開了 這邊豐富 可能有人盜墓 因為以前古代人 他可能會盜一些這個訓導者 那他們覺得那訓導者 就是 就對神很信使 那有人會行神奇奇事 他可能會想到他的遺物啊 或者他的 路牌 這樣子的情形 還有就是 在這個祭壇 祭壇很重要 我們剛才看到 那他裡面也會放這個 這個路牌 之後會跟你講說 為什麼要放這個路牌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就是比較大一個地方 然後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像這個磁磚的樣子 那事實上這些都不是磁磚 這是畫出來的 那像我在教會有一個婦女 那她也有畫磁磚 那為什麼你要說她要畫磁磚 她為什麼不直接不動那個磁磚呢 她主要的入宿是因為有的教會 就是沒錢 那她就是沒有大理石啊 有的那很貴啊 所以她是用畫 那有的磚磚太鼓的一種畫 就是把畫成像大理石 看看那就是畫 那基督教的時候 藝術也發生在二三世紀的時候很少 那主要是因為那時候 受到迫害是另外一個原因 然後他們就不想跟這個羅馬 他們所信仰的畫得太相近 所以他們就是在尋找 然後也不想要 實際上就是他們畫的 就是他們的這個皇帝啊 這種個人主主義的形象太明顯 所以他們那時候就比較沒有了 所以 那這個是一個就是女神 她就是那個雅典娜女神誕生 她從這個貝殼 那他們就是在尋找 也不想太靠近這種 希臘的這種異教的方面 那我們可以看到 那在這個皮畫這邊 就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父母 那這一個就是算一個圓祖 那這個圓祖 你看她抱了一個小孩 雖然這個在第二世紀 所以這個有些損毀 那她手上也有拿著一本書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剛開始看的 這個二三十的記事 她在五千兩百年的時候 所畫的 然後這個就是比較西方的 那你剛才那邊講的 她所畫的 她是意大利的畫家 所以你看她還是畫她 就是一個女的抱著一個小孩 她之前她有拿一本書 那這一個是一個英國的這個 藝術家她是擺畫家 然後這個是擺畫 她叫Eric Jill 她是這一圖是1919年畫 所以我們都會有一個圓祖 然後你就把她 一般是這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 她這邊也是開除 有這樣的圓祖 然後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這邊有這個拉丁文 她就是有趣事的人 那她有她的這個 就是一些道文寫在這邊 就可能是寫她的深層名 明月還有她的提示 還有多數她跟她的四季 那這上面是希臘 應該也是寫這個 跟那個王者有關的事情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 這邊就是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毛 就是這個 船上我們會有毛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這個毛是對這個基督徒 非常重要的 因為就是 就是我們靈神 靈魂很重要的 就是非常信實的 堅固的 在這個西伯來書有記 然後這邊有十字架 所以這個是非常明顯的 這個基督教 然後她這邊可能有行先禮 所以有這些文物 所以我們看到這兩個字 那她並不是英文的這個 A跟W 她是希臘文的 A就是Alpha Alpha就是希臘文的第一個字 那這個 W也是希臘文的這個 Omega 就是那個最後一個字 就是神之首位 她也是最後一位的 首先跟末後 然後這個經文上都有記載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有畫這個 鷹魚這個毛 這個就不再解釋了 應該才能解釋了 那這個希臘文就是瑜的意思 那你說基督徒梅是法國瑜在嗎 因為基督徒在迫害的時候 那有一些人他可能要逃亡 或是修行求人家法治 但是他們又不能表明自己的身份 其實表明自己的身份 可能會更加遭到這個破壞 所以他們可能會在他們的舊室門 畫一條魚或者是在地板上 甚至有時候你坐車的時候 你會看到那個施加轎車 他後面有一個魚 畫一條魚中間會寫這個詩 這個詩就是寫在中間 應該也會看到 這個也蠻常見的 然後這一個希臘文這個 你這個是看 就是一般迫害基督徒的人看到 他也會迫害你 所以想說 你這家人可能比較喜歡 喜歡畫圖 所以但是基督徒如果被破壞的 在逃亡的時候 需要前進的時候 他看到哪一家人 畫圖 然後他就可以寫出他 因為他知道他是基督徒 所以他這裡面有寒意 他這個每個字 那就是配到這個希臘文的一個字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這個不是I 看到基督徒 就是希臘文的一個字 那就是耶穌基督 那又是耶穌的名字 那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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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 然後他是 那個基督的意思 所以這個 這個 那這個就是 神 這邊剛剛有寫神 那這個 這個 這個 那他就是 兒子的意思 這個 就是 救助 那整個意思就是 耶穌基督神的兒子 救助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所以看到這一個 他就知道他是基督徒 他又是他一直藏在這裡面的 那這邊就剛才講過 這個是用畫圖來的 他不是真正的大字 但是你要想想看 在那個時候 那他為什麼算畫圖 這就是 也有這個 羅馬人他們的 這個傳統跟信息 因為羅馬人 他們就是有很多 這個習慣都在地的 那 就是你也看到 早期的這個教會 他也有這方面的 這個 藝術 在教堂中 可以顯現出來 那這都是有畫出來的 那 那 當時畫圖是不容易的 因為你應該有看到那黑白的 那 那個地方可能就是很 陰暗又潮濕 那要畫出非常不容易的人 尤其以前 在二十歲紀也沒燈 然後你要等油燈啊 還有這個 蠟燭 那畫非常不容易 像我在那個教會畫 像畫我們都是白天畫 那有一次我在那個 教會畫 水長畫 我就想要趕快把它畫 畫完 然後畫畫畫畫到晚上 畫到半夜 然後可能再去睡覺 白天起來說 什麼顏色呢 不對 因為有時候你覺得 黃是黃色的 所以你調色會不一樣 白天曬光的時候 你會發現 欸 不是這個顏色 然後有些要 要重畫 所以我們在那個教會 都是白天畫 沒有晚上再畫 所以差不多畫到 五點就有畫 它主要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也是照顧你們說 我們畫成這樣畫 就是要這個真光 真的光線 就是陽光 我們有那種其他的光線 然後我們再來看 那這一個圖上面 你可以看到 這很響的 那它這邊就是有三個 這是指東方山國室 然後來這個朝拜耶穌 那這個是很響的 然後也 我為什麼知道 因為這個影片 你可以在這個日圖點 我看看最早的時候 你有可以看到 王子 他有家 然後他這邊也是有一貫面 那也是那個 佛斯拉他們的家 可以在這邊 有些聚會啦 他們也會在這邊 用它 所以是紀念皇席 那這邊就是那個 戴雨嶺書裡面的 這個三個 不被火燒的這個台詞 那他因為就是 就是這一個 對家民族 都叫他們白日的一個偶像 那他們就願意 所以他們就被抓起來 用火燒 那當然也沒燒死啦 他那個火就是 加了七倍 很大的火 連在外面的人都收到 也要靠被燒死了 那他們就沒有 因為他們就 就跟那個火王說 欸我看到裡面還有一個 然後怎麼可能就是三個 怎麼會還有一個人 那就是有神 就是他們很熟 那他們出來的時候 都沒有那個 一點燒掉的味道 或是被火燒到 那這邊也是不太清楚 那這邊是這個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越大的地方 那個霧氣就比較鮮活 然後原色也比較明亮 那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 東正教聖像化 他就不會垮得很平安 就是讓人家很可怕 那他主要就是 反映天堂的榮光 那還有一些人 有些人對東正教不調節 他就說 哦 東正教主持那個聖靈 那聖靈有些人很奇怪 可能天主叫做望迪撒 那基督教 就是西教他們說 主要什麼吧 東正教是說 主行聖靈 所以他照顏色來反應 就去其身 那有些人會說 那種不有差黑色 他至少不對 就是穿得非常鮮 又很華麗的這個顏色 因為他就是天國的白零 所以要穿得很華麗 就是黑暗的顏色 穿得很黑暗的黑色的顏色 唯一就是在 耶穌受難的時候 那種才會穿得比較深的顏色 平常不對 那為什麼平常不會 那為什麼平常不會 因為那個星期天就是 新大國就是一天 就是主日 那有人說 那個耶穌再來的哪一天 會是一拜天的可能 因為是主日 但是有人說 你這樣說也不對 因為耶穌再來哪一天 就是都是主日 所以也有可能 這兩種說法都可以嗎 好 我們這邊可以看一下他這個影片 我們可以看到他這邊 天花板就比較豐富 色彩比較 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就是 那個 那他要獻金他的孩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獻金他的孩子 那他孩子被了產 他叫他放 放在這邊 那我們可以再比照那個西方的 這個西方的你可以看到 那你知道 他是在一千六百零三年的時候 他畫的就是 他左邊那邊是天使 他阻止他 就殺害了這個耶穌基督 那他叫爸爸 他事實上他是 一個蠻暴力的人 如果你去看一個他的資料 那他就是有一些 好像就是有一些爭鬥的事情 他要判死不出事情 所以可能他在這方面 就是暴力方面 他畫的會比較解釋 然後他有一天就是 他要逃難 可是後來就是想要去 跟那個皇帝 和他社民 在入土中就死了 那死了有很多說謊 所以那時候可能是他生病了 那又說他欠重的 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欠重的 然後又說他是被一樣謀殺的 所以他在這個 他的生命上 他又處在這個寶殿上 所以他畫這個 所以就是可能 就是他的個性就會展現出來 當然他雖然他能展現出來 我們也不能祝福他 是一個真的非常厲害的這個畫件 那為什麼這個 寶殿下畫我們不畫寫實 因為有時候你畫太寫實 你不會去感受他背後的意思 你會進去講自己的畫 你說 哇 好像喔 這個你還能是怎麼畫的 這個皮膚好像是真的 那你也會失去 你要需求看他的這個分子 就會迷失在他的手法 除非也是就是你要學一個技巧 那你當然是這樣 但是如果是你要整個 就是連靈修在一起的話 那我們就很必可這樣 就像我去希臘學畫畫的時候 那第一個聖像老師的畫非常入眾明確 他如果那天他覺得他怎樣 好像不適合畫聖像畫 那天我就白浪費 什麼都不能做 就是他今天不適合畫聖像畫 然後他的畫室就在他家隔壁 然後他家是在那個雅典 雅典超熱的 然後在他家就開冷氣 那去聖像畫 那個要畫畫的畫室 有不開冷氣而快樂的熱死 然後因為我也不好意思 跟那個聖像畫家我老師說 你為什麼不開冷氣 這樣舒服一點 我們可以畫得比較好一點 但是他有一天他自己跟我們講說 你知道我為什麼不開冷氣嗎 我說我知道 為什麼 我說省電 他說不是省電啊 那我說那是為什麼呢 他就說因為我們這個聖像畫 我要讓他自然幹 不要受到那個冷氣 那個影響 那就像有些人在自辦的時候 就上石膏 我們上石膏要好幾層 那有些人求快 他用吹風去吹 就你知道怎樣 夜台就不能畫 他就說因為我們要這個 要獻給神的 然後你要送到教會 或是送給你的 或是刺激流 他說我們每個過程都要非常 就是謙承來畫這幅畫 然後雖然別人不知道 但是你知道 然後我就覺得 他就是在這個靈性上 他就會教我 我覺得很多 就是你看不到的事情 那他都很容易 所以就算我跟他買 神像畫的話 或是他送我神像畫的話 我都會知道 這一定是最好的神像畫 而且我記得就是我第一次 神像畫的時候 畫得比較很好 幾乎都是他幫我改掉 但他改進去巴士 都是他畫的 然後後來他就是幫我親上做的名字 那我們就是 身像畫家 不會像一般的畫家 就直接寫你的名字 會寫一個手 再寫你的名字 那為什麼要寫手 就是 上帝借著你的手 就是幫助你來畫這幅身像畫 他就寫我的名字 那我就說 這幅不是我畫的 都是你畫的 把它塗掉 不要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他的第一幅 身像畫 也是就是他的老師 幫他畫很多 那也是寫他的名字 他跟我態度不同一樣 他說 這不是我畫的 不要寫我的名字 然後他就把它塗掉 然後他就把它塗掉 然後後來 就是他的老師去世了 他想到這件事情很難過 因為雷卡老師的名字也沒有 然後他就說 你就不要動掉 那這一幅畫就是告訴你 以後你幫助別人 別人的第一幅畫 可能也是百分之八十的六十幅畫 但是也是你要寫他的名字 你不能會訪問他 你要告訴他說 這是你幫助他 那以後 他也可以去幫助其他的人 那我就在希臘的時候 我覺得希臘人的愛是滿滿的 然後我最後去畫教堂的時候 發現就是有時候去那個教堂 然後那個 身像畫 就是畫得很好 我就想跟那個人去 那有的時候 我就找到一個教堂 那個畫過跟別人不一樣 我就覺得很美 然後就找到那個 分享畫家 跟他要叫教我 那當然因為我的名氣的話 就是沒有這樣子便利 那他就會便利教我 可是因為他不會講這個英文 那我們大部分說 耶穌會講希臘語 但是他比較少 那所以去英文溝通 他會講英文 然後但是一開始他都沒教我 那我這個人就很直率 我覺得如果你不想教我 我也不想浪費你的時間 然後第一天也沒幹嘛 在那邊 第二天也沒有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乾脆第三天不要來 但是我第三天拿出去 然後就發現 他找了一個翻譯的 來翻譯 然後他就跟我講 這個翻譯開始就跟我講說 他只要教練的話 就講話 然後我就說 那是誰 他說第一是他女兒 他說完了 已經在你的名額 然後他說第二 第二是誰 然後你 然後那 那我就說 那還要去教他女兒 才會輪得到我 那我說 那哪時候你才能教我 那我現在就要教你 所以我才找了一個翻譯 我說那你不是要教你母女兒 然後我女兒才八歲啊 等他長大的時候 我才要教我 那我也是蠻感動的 然後我也蠻喜歡 我最後一個那個 是叫畫家 他不像一般的 是叫畫家 像我那個 那個大師幾個 就是你去的時候 他會在上面畫 然後你給他打電話 他會這樣 就好像黃雲子那樣 然後他們就是會奉上 給咖啡啊 給就是我們的老師喝啊 當然你要幫他準備 那個雖然我們是在那個工作 就是穿的就是有一些工作服 就是髒髒的 你看他準備的那個器皿都很乾淨 咖啡才放了一朵玫瑰花 都說這是要送情人嗎 就是不是老師還是 他說送這個玫瑰花 就擺得很好 希臘人他什麼東西都喜歡 美美的 所以很多人喜歡去希臘觀光 然後都是看到美美的 但是有些人就說 你都去希臘 都是蠻白啊 我就說聽你講這樣就知道 你沒有去過希臘 希臘都有幾個特定的地方 去蠻白的觀光區 其實他們真正的房秘大中 都是那個橘色 乳橘色跟白色 然後後來我就跟一個希臘人 我就說你不是蠻白嗎 我說這邊有一間蠻白 他就這樣回答我說 這一看就不是希臘 就不是希臘 你這樣塗的就是蠻白 就是蠻不是他們的那種蠻 那我就說 我們台灣的希臘餐廳就是蠻白 他說你知道我們希臘的中國餐廳是誰啊 我說我知道大門燈籠高高高 就是中國餐廳 都會有一個燈籠紅色 那我說你看 我們台灣的餐廳也沒有弄這樣 他說對啊 你看我們希臘餐廳有蠻白嗎 我說沒錯啊 我就說有些人就會這樣 那我還記得有人去就是在台灣 有時候神父去找書 那我就 他要帶著我幫他翻譯 那有一些人就會請我們用餐 然後他要去一個希臘餐廳 他說我特定帶一個希臘人 來看你做的道理道路 道理道理 然後那個餐廳的老闆就很害怕 我這已經是改良的 就配合台灣的口味 你知道希臘餐廳沒有那個套餐 全部都是辦理 沒有所謂套餐 那咖啡也沒有什麼大功效 所以他們都是套餐 然後他那個 如果你們去個希臘餐廳 他會有一個餅 很餅的餅 然後那個沾一些架 但是你知道希臘餐廳那種麵包 就是教宗的那種麵包 他跟那個不一樣 而且希臘餐廳也不一樣 因為他們只有湯 他是給生病 你生病才要喝湯 可是他沒有在喝湯 所以就很大的不一樣 那這個題外的話 我想就有很多地方 這樣看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剛才誰講的就是那個初代 初代的這個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這些福納 可以看到有些人說 喔這不是那個最後晚餐 事實上他不是最後晚餐 那這邊人人數也不夠 也不是12個 那加耶穌的話13個 他這只是一個 把這個羅馬人用餐的情況 但是他有比較深的意義 這個要看到可以看清明 那我就再回去看清明 他這邊有這個籃子 這邊就是沒看到 他這邊有十個 這邊有三個 那他這邊就是說有一種禮慾 就是耶穌請神經 餵飽那個四千人 那後來有收了這個七個籃子的這個麵包 所以他就是在禮慾 這個就是聖餐的事 那他用餐的這個姿勢 有一點就放這個羅馬的形式 但是就是沒有那麼誇張 因為他這個聖餐畫比較 就是溫子比較會那麼誇張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聖餐畫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婦女 其實這三個都是一樣的 他為什麼會畫這個婦女 他這個不詳細資料 但是只知道他應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 然後在中間的他 你看就是很明顯的 他在祈禱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寫這個Mari 那他就是祈禱有一個這個婦女 他這邊有一個祖教祝福他的婦女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對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寫一個 就是他有生的一個小孩子 這可能就是他的願望 所以他在祈禱 這就是早期的這個基督教的藝術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他並不是這麼像這個 這個東正教的這個聖餐畫那個時期 所以他比較有時候還比較像這個真人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他的一樣的狂大 他的一樣的狂大 好這邊是比較豐大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他的臉 他的表情 他的眼睛超大 可以你看到這個現象畫 他眼睛不會往上一亮 他會這樣 而且他這邊有聽 然後他的手很大 然後在這個現象畫中 手也會很大 這可能沒有影響到未來的這個畫動 但是沒有這麼大 會比較大 沒有這麼巨大 那這都是早期 受到早期的這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他這個屋頂 這個天花板比較豐富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他這邊很大 他這邊有挖個洞 就是放這個螢幕燈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中間 那這個中間就是這個 耶穌是好富洋 那你可以他比照這個羅馬 他的這個像 你會發現非常相似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姿勢 臉都很像 手也是 那他可能就是採納他 有時候你畫一個服 衣服畫一個圓 對一個畫動 你會採納他 所以你看他姿勢啊 甚至他的臉部長相都很像 所以早期的藝術他譬如是 一下就是這個聖像化的樣子 他是慢慢形成的 那你會有一些異教啊 或是說埃及的影響啊 人像啊那些都會慢慢 然後最後才會那個 就是看哪一些比較好的保持啊 然後就很多會對稱 然後這邊也有這個羊 他看這個羊就是好羊的 然後那邊有一個羊歌詞 根本就是這個希望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 這個也是從一覺來的這個孔雀 孔雀主要他就象徵這個永生的意思 然後這邊是安全鳥 那他這邊就是子陸地上的 就是地球人間的 那就是子天堂 那這個神耶穌基督好鳥的人 他是在這個天堂跟地地之中 然後你會發現 這邊有四個角落 這邊應該是這上面也有 這邊會畫這個歌詞 那歌詞他有掉了這個感染葉 他就在講說我們的生命有這個希望 因為你知道這個挪亞放咒 後來放出了歌詞他含這個感染葉 就是已經陸地露出來的 然後就是有一個希望 他主要就是有一個強項 那這個影片又到這邊結束 好 我們再下課一下 等一下回來我們就來弄一個大禮 等一下回來我們就來弄一個大禮 我們下課的事情上門都要講 謝謝